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ome TV的Mikala Temple采访了Meridian政区书记Bright Travis 他为我们介绍了这次投票哪些选区将会发生变化 在即将到来的8月投票中 有哪些选区地址将会发生变化 选民们该如何知道这是否会影响他们 由于去年投票通过的债券提案 Hasley学区的学校开始在两处地点进行翻新 Murphy小学和Hasley中学本夏天会因施工而关闭 因此第二选区和第四选区需要暂时改变投票地点 第二 三 四选区的选民们都将会到Hasley高中投票 届时将会有路标引领三个选区的选民们 到Hasley高中不同的区域投票 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一直在关注Oakmas市中心重建项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这个项目的最新情况 Oakmas市中心重建计划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施工者们开始移除区域内受污染的土壤 这个施工将确保土壤和水在接下来的重建中 不会收到潜在有毒化学物质的污染 Hamilton路将继续关闭直到工程完成 上一条新闻我们提到了Oakmas市中心 为了准备Oakmas小镇项目正在施工移除受污染的土壤 在本周二7月9日的镇区会议上 镇区理事会讨论了Oakmas小镇项目所需要的特殊和混合土地用途许可 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些理事会成员对项目目前进展的感想 当你看到如今大多数修建的混合型建筑 它们都是连成一体的 而这种建筑无法体现那种历史感和氛围 但这个项目将真正引领商户们走向成功 人们希望一个小镇的中心能为所有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 我们有六名不同的建筑师 我感受到了所有参加这个项目工作人员的勤奋 感谢这些人将这最终成果展现在镇区理事会面前 你也许已经听过人们对这个项目有些地方的担忧 我大概汇总一下 建筑高度的增加引起了一些人的顾虑 有时这些建筑坐落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区域之内 有些开发商会通过转让土地发展权来进行开发 这是为了保持可持续化发展 所以当你创造了一个建筑密度大的区域后 为保护未来发展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在这个区域附近创造环境保护区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只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拥挤的区域 而这并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式 你必须要用保护区来平衡高人口密度的区域 这个策划并没有体现这一点 有一些居民还表达了对建筑高度的顾虑 并担忧大型公寓区是否符合这个区域的景观 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区域的交通状况 在未来是否会造成压力 理事会最终一致通过了 通过了Oakmos小镇计划 以及建设所需要的特殊土地用途许可 Home TV会持续关注项目最新进展 在本周二7月9日的证据会议上 理事会还投票决定了娱乐性大麻 在证据中将何去何从 理事会最终决定先观望 大麻在密歇根州整体层面上 会产生什么影响 镇区财务Phil Deschenes对此在会上进行发言 密歇根州2018年大麻管制和收税法案 和修改案通过后 马瑞典镇区也开始考虑 镇区内针对大麻的法令 我再次提议采用在马瑞典镇区范围内 禁止娱乐大麻性设施的法令 我认为在这一系列的讨论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一致支持暂时先不考虑娱乐性大麻 理事会曾经在对医用大麻的决定上 未达成一致 作为理事会而言 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上操之过急 要先看医用大麻的影响 并先不考虑娱乐性大麻 我们应该等密歇根州出台明确规定 并看医用大麻对社区的影响后 再考虑娱乐性大麻 镇区理事会最终投票7比0 通过了摩尔电镇区范围内禁止娱乐性大麻设施的法令 施工季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我们为您带来了另一个项目的最新情况 Panera餐厅施工马上要进入尾声了 施工人员正在为停车场和人行道 要使用的沥青和水泥做准备工作 建筑外部的砖不日也将被铺设 建筑内部电工正在安装立柱和灯泡 餐厅预计于8月中旬正式开始营业 您是否知道每两秒就有人需要输血 您花短暂的10分钟也许就能拯救三条生命 摩尔电镇区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 将进行献血活动 活动将于星期二 7月30日早上10点到下午3点45 与镇区市镇楼5151 Marshall举行 请登陆redcrossblood.org 并输入Meridian Township进行预约 或是拨打1800转redcross 你也可以无需预约直接来到现场 以上就是这次Meridian新闻的所有内容 了解更多新闻 您可以关注脸书、推特 还有我们的网站hometv.net 我是韩林方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